大家好,我是梁英语的Arena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WFD怎么试词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WFD要试词这句话 但是具体怎么试,哪些词汇要试 试在哪里,要写几个词 很多同学还搞不太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来系统的全部梳理一遍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WFD它是怎么给分的呢 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字,彩词得分 我们来看它的评分标准怎么说 写对一个词得一分 如果你没有写对的话,不得分 这里注意,它叫做不得分,是拿零分 而不是说去倒扣分 所以如果你写错了和多写了,是没有关系的 它会从你写对的词去算分 并且大家注意,这个题目它是没有语法得分的 不要求语法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WFD可以试词 换句话说,这个题目就是给分制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要记住 WFD的核心原则是 您多物少,把可能的词都写上 万一你碰到了,那就是得分 但要是你没有写的话呢,一定没有分 好,第二个问题 WFD当中标点符号算分吗 答案是不算 评分标准当中只有对词的评分 词写对了就可以 对标点符号是没有要求的 对语法也没有要求 但是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你还是要遵循首字母大写 句尾句号的原则 记得把这两点加上 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中间这个题它有一个逗号是可以不用去写的 可以省略,不会被扣分 但是你要注意,首字母大写 何句尾句号 有这个就可以了 好,第三个问题 要按顺序去写词吗 答案是不需要 还是回到了刚刚的评分标准 只需要原词拼写正确就可以 并没有顺序的要求 打个比方 如果原句是12345 写成了53421 你还是会拿到满分 不过我会建议大家 还是按照原句的顺序来写 还有试词 因为这样更符合我们说话的习惯 更有助于你去理解句子 能够回忆出更多的内容 也给试词提供了一个 更加接近答案的一个原型 如果你颠三倒四那么去记忆的话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很容易漏掉词汇 所以不推荐 好,再看第四个问题 我能试几个词呢 有限制吗 答案是试词无上限 它没有任何的限制 记得我们刚说WB的核心原则叫做 宁多物少吗 即使把WB写到了一篇 SST的长度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电脑还是会按照正确的词去给分 所以一定要注意 把不确定的形式全部都写上 但是这里一定要注意 试词的时间不要太久 要控制你的答题时间 WB这个题目 大约一分半钟的时间做每题 这个一分半呢 包括了听 也包括了写 否则很容易出现 最后一题你还没有写完 考试时间就已经到了的情况 好第五个问题 我们的重头戏来了 要试什么词 你在试词的时候 一共有三种词要去试 每种词里边出现的形式是 两种四种和四种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就叫试词的244法则 考试的时候把这个法则背一遍 好检查有没有漏掉一些词 没有试的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种要试的词叫名词 它就是244当中的这个2 因为它里边有两种形式要去试 一个叫单数 一个叫负数 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名词的话 就把单负数两种形式 一起全部写上去 比如说 Apple Apple I在一起去试词 第二种要试的叫动词 要试四种形式 好 动词的原形是要去试的 另外 S叫三单形式 第三人称单数 比如叫 He says 这个叫三单 S的形式要试 ED的形式也要试 这个叫过去试 好最后 ing的形式也要去写上 四个形式一起写 打个比方 比如你听到了 move 那么你就把 move moves moved moving 四个形式全部挨在一起写上去 好 第三种要试的词汇叫小词 里边也有四种形式要试 它就是244里边 最后一个词 因为有四种形式要去过 好 第一个 叫贯词 贯词就叫 a n the 比如你听到了 student的话 那么你就把student前方加上贯词 a the 全部写上去 不写n是因为student这个词太常见了 它前边肯定不会是n 所以我就没有试 好 第二种要试的小词叫 借词 借词是大家最容易听不到的 然而借词也是一词一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常见借词全写一遍 这里我随便列举了几个 in from 还有for 如果大家想要完整版的列表 可以找学姐领取 好 下面一个要试的叫连接词 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很多同学知道要试借词 但是连接词其实也出现了非常的多 打个比方 比如 and but so that 完整版也会在试词列表当中 好 最后一个要试的小词叫必动词 除了大家熟知的 比如 is are 还要特别注意 比如has been 和其他几种不同的形式 好了 这个是完整版的试词列表 可以找学姐领取 记得一定要背熟 考试的时候不确定呢 你就全部都写上去 别忘了 不管是大词小词 都是一词一分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好 接下来第六个问题 我有了这些试词 那我要写在哪里呢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试的是大词的话 也就是名词 动词 那么就和我们刚刚一样 挨在一起去写 挨在一起试词 打个比方 我们看到这边的例子 当我要是cultures cultures的时候 我会把它挨在一起 后边动词 叫做四种形式 全部写上 挨在一起去写 但我如果要试的是小词的话 那么我会先按照语感 或者是语法 把它先填到句子里边 如果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 那么全部都放在句尾 罗列一遍 打个比方这个句子 如果我只听到了 以下这么几个词汇的话 那么我会先按照语法 或者是语感 wide range和images当中 肯定会有一个介词 那么我就会把可能的介词 全部写一遍 但是我不确定 其他小词丢了没有 那么我就把有一些定冠词 and 还有连接词 还有B动词 全部都放在句尾 后边默写一遍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英美拼写 哪种会比较好 答案是都可以 没有哪个更好 得分都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 在一个题目当中 要保持一致的拼写形式 比如你习惯用英式 那你就都用英式 如果你喜欢用美式 那就都用美式 不要混着去写 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 什么是英美区别 那么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这篇 听力Fib的一个讲解 里边给英美做了一个区分 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那一种 好了 这就是今天WB的试字方法 如果需要完整版试字列表 记得找学姐领取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刘洋英语的二位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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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